有这样一句老话 冬吃萝卜 夏吃姜 不如一盆冬瓜汤 冬瓜汤人人都会做 但是有可能你一直没做对 教你饭店不外传的配方 汤鲜入味 清淡不油腻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苏 以前森林求关注 首先准备一块冬瓜 去掉外皮和瓜嚷 改刀成小块 这样容易熟 天热的时候 我们要多吃一些冬瓜 对身体好处多多 冬瓜的水分含量足 热量低 就算吃上两大碗也不怕胖 切好之后装入盆中备用 半截大葱斜切成马蹄形 一小块生姜切丝 再来一小勺的花椒 一颗八角给它掰开 这样更容易出味儿 再往里面倒入100毫升的清水 用手抓拌上一两分钟 用这个葱姜汁来调肉馅 会非常的好吃 这个时候的葱姜汁已经非常的浓郁 先给它放在一边浸泡上10分钟 接下来尽量准备一块三肥七瘦的猪前腿肉 圈个好物 搅肉鸡 肉丸子要想不干也不柴 一定要提前把猪肉还有绞肉鸡放在冰箱冷冻上半小时 把肉搅得越细腻越好吃 再使用滤网过滤50毫升的葱姜汁 一斤的猪肉加入3克的食盐 3克的鸡粉 3克胡椒粉 先把调料抓拌均匀了 然后朝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将葱姜水都吃进猪肉中 然后把剩余的葱姜水全部倒进来 也就是一斤的猪肉加入100毫升的葱姜水 再打入一颗蛋清 王子要想好吃 一定不要直接放姜末和葱花 这里我们只取其香取其味 继续朝着一个方向搅打上进 搅拌至粘稠时 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继续搅拌至吸收进去 如果加入的太多 反而会影响口感 搅拌至肉馅上进 接下来这一步则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边搅拌边摔打 这也是肉丸子想要成形好吃的关键 很多朋友私信我 为什么做好的丸子总是松散不成形 那是因为你少了这重要的一步 或者是没有把肉馅搅打上进 一只搅拌至用虎口能挤出丸子的形状就可以了 把锅烧热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放入切好的冬瓜块 翻炒上一分钟 炒出冬瓜的香气 然后倒入1500毫升的清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 穿冬瓜丸子汤 火候则是非常的重要 水开之后转最小火 用勺子把丸子取下来 直接放入锅中 我们在穿丸子时 一定要踢着水面 这样丸子就不会粘在勺子上面了 全部穿好之后 用铲子轻轻的推动 避免丸子粘锅底 穿丸子的这个小技巧 不知道大家学会了吗 掌握了这些小技巧 你也可以做出和饭店一样好吃的丸子汤 开大火煮上5分钟 把丸子煮熟煮透 再撇去表面的浮沫 这样子汤汁就会非常的鲜美 时间到了之后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一小勺鸡粉 一小勺五香粉来调味 用铲子轻轻的推动 把调料搅拌均匀了 然后撒上枸杞煮上一分钟 关火之后 撒上小葱花 香菜点缀 一个味道非常鲜美的冬瓜丸子汤 就做好啦 盛入碗中美味继成 然后再来点少许的香油 这样做好的肉丸子 不干也不柴 冬瓜清爽香糯 夏季消暑神菜 非它莫属哦 一定要多多做给家人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